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那就是时间 时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概念 我们用它来安排我们的日程,记录我们的历史 预测我们的未来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时间到底是什么? 时间从何而来?时间是否可以穿越? 时间是否有终结? 时间与其他物理概念有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可能会让你感到困惑,甚至震惊 因为时间并不是我们平常所想的那样简单和直观 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带你探索时间的奥秘 揭开时间的面纱,让你对时间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 时间是什么? 时间是我们生活中最常用也最难理解的概念之一 我们经常说时间是金钱,时间是生命 时间是历史,时间是艺术,时间是科学 时间是哲学,时间是一切 但是,当我们试图回答时间到底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没有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答案 时间是如何存在的? 时间是如何流动的? 时间是如何影响我们的? 时间是如何被我们影响的? 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深刻而复杂的 它们涉及到物理学、数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思考 在物理学中,时间是一个基本的物理量 它用来描述事件的先后顺序 以及事件之间的持续和间隔 时间是一个标量 也就是说,它只有大小,没有方向 时间的单位是秒 它是国际单位制的七个基本单位之一 秒的定义是基于色原子的特定跃迁的周期 它是一个非常精确而稳定的标准 在哲学中,时间是一个更抽象而模糊的概念 它用来描述存在的方式和状态 以及变化的规律和原因 时间是一个维度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用来区分不同的事物和现象的属性 时间的本质是一个长期的争论话题 有的哲学家认为时间是客观的 它与空间一样,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 有的哲学家认为时间是主观的 它只是我们的感知和思维的产物 它与空间不同,是我们赋予世界的意义 时间有一些特性 它们使得时间与其他的物理量和概念不同 这些特性包括 不可逆性 时间只能向一个方向流动 也就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 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也不能预知未来 这个特性也叫做时间的箭头 它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与热力学的第二定律有关 也与我们的生命和历史有关 不可分割性 时间是连续的 也就是说,它不能被分割成无限小的部分 我们可以用更小的单位来度量时间 比如毫秒 微秒 纳秒等 但是这些单位都有一个极限 它们不能无限地缩小 这个特性也叫做时间的原子性 它是数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 它与微积分的原理有关 也与我们的感知和行为有关 不可变性 时间是恒定的 也就是说 它不会因为我们的观察和操作而改变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记录和计算时间 比如日历 钟表 算盘等 但是这些方式都不能改变时间本身的流动和性质 这个特性也叫做时间的统一性 它是逻辑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它与自然法则的稳定性有关 也与我们的认知和判断有关 时间是一个普遍而主观的概念 它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中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表达 我们可以根据时间的观和度量的不同 将时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线性时间 线性时间是一种将时间视为一个直线的观念 它认为时间是有序的 有时有中的 有方向的 有目的的 线性时间是西方文化中的主流时间观 它与基督教的教义和历史观有关 也与现代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有关 循环时间 循环时间是一种将时间视为一个圆圈的观念 它认为时间是重复的 无始无终的 无方向的 无目的的 循环时间是东方文化中的主流时间观 它与佛教的教义和宇宙观有关 也与传统农业的生活和节气有关 多元时间 多元时间是一种将时间视为一个多维的观念 它认为时间是多样的 有不同的层次和角度 有不同的速度和规律 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多元时间是当代文化中的新兴时间观 它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和多元主义的价值有关 也与信息社会的变化和创新有关 时间的度量是一种将时间转化为可量化的数值的方法 它使得我们可以用更准确和客观的方式来描述和分析时间 时间的度量有以下几种类型 天文时间 天文时间是一种基于天体运动的时间度量 它利用地球、月球、太阳等天体的周期和位置来定义和划分时间 天文时间是最古老也最自然的时间度量 它与人类的历史和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 也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 原子时间 原子时间是一种基于原子物理的时间度量 它利用原子的特定月迁的频率和周期来定义和划分时间 原子时间是最精确也最稳定的时间度量 它与物理学的发展和应用有着紧密的联系 也与我们的科技和工程有着重要的影响 心理时间 心理时间是一种基于心理学的时间度量 它利用人类的感知和记忆来定义和划分时间 心理时间是最主观也最灵活的时间度量 它与人类的心理和行为有着深刻的联系 也与我们的情感和意识有着重要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关于时间的起源 时间的起源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困难的问题 它涉及到宇宙的起源 结构和演化 以及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极限 目前 最广泛接受也最有利的理论是宇宙大爆炸理论 它认为宇宙是在大约137亿年前 从一个极小 极热 极密的状态开始膨胀和冷却的 这个状态被称为起点 宇宙大爆炸理论不仅可以解释宇宙的许多观测现象 比如宇宙的膨胀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宇宙的化学元素组成等 也可以对时间的起点和性质 提出一些有趣的假设和推论 如果宇宙是从一个起点开始的 那么时间是否也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的呢 换句话说 是否存在一个时间的零点 它标志着时间的开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世纪 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因为在起点中 我们所熟悉的物理定律和概念都失效了 包括时间和空间 我们无法用我们现有的理论和技术 来描述和探测起点 也无法用我们的语言和逻辑 来理解和表达起点 我们只能用数学的方式来推测和模拟起点 但是这些推测和模拟 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有一些物理学家认为 时间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才开始的 也就是说 时间的零点就是宇宙大爆炸的时刻 在这个观点下 时间是宇宙的一个属性 它随着宇宙的膨胀而产生和变化 在宇宙大爆炸之前 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 只有一个无法定义的起点 这个观点的优点 是它可以避免一些悖论和矛盾 比如如果时间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就存在 那么宇宙大爆炸是有什么引起的 宇宙大爆炸之前的时间 有什么意义和作用 有一些物理学家认为 时间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就存在的 也就是说 时间的零点不是宇宙大爆炸的时刻 而是一个更早的时刻 在这个观点下 时间是一个独立的维度 它不依赖于宇宙的存在和状态 在宇宙大爆炸之前 有时间 但是没有空间 只有一个无法测量的起点 这个观点的优点 是它可以扩展和延伸 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和探索 比如如果时间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就存在 那么宇宙大爆炸是不是时间的一个特殊事件 宇宙大爆炸之前的时间 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和形式 如果时间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后才开始的 或者是在宇宙大爆炸之前就存在的 那么时间的性质是什么呢 换句话说 时间是怎样的 它有什么特点和规律 它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因为时间的性质是随着宇宙的演化而变化的 它与宇宙的结构和内容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只能用我们现有的观测和实验 以及我们最先进的理论和模型 来尝试和描述时间的性质 但是这些尝试和描述都有很大的不完善和不足 有一些物理学家认为 时间的性质是相对的 也就是说 时间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 而是一个依赖于观测者和参照物的量 在这个观点下 时间是由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支配的 它随着速度和引力的变化而变化 在相对论中 时间和空间是一个整体 被称为时空 时空是一个四维的连续体 它可以被弯曲和扭曲 在相对论中 时间的流动是不均匀的 不同的观测者和参照物 会有不同的时间经历和感受 这个观点的优点 使它可以解释和预测一些奇妙的现象 比如时间延缓 时间膨胀 双生子阳谬的 还有一部分物理学家认为 时间的性质是量子的 也就是说 时间不是一个连续的流 而是一个由离散的单位组成的序列 在这个观点下 时间是由普朗克的量子力学所支配的 它随着能量和不确定性的变化而变化 在量子力学中 时间和空间是一个粒子 被称为时空子 时空子是一个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 它可以被创造和消灭 在量子力学中 时间的流动是不确定的 不同的观测者和参照物 会有不同的时间测量和结果 这个观点的优点 使它可以解释和预测一些奇异的现象 比如时间隧道 时间纠缠 时间旅行等 时间是否可以穿越 接下来我们一起聊一聊 时间的穿越是一个非常吸引人 也非常困惑人的话题 它涉及到时间的本质 方向和流动 以及物理学的边界和可能性 目前 最先进也最有利的理论 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他们认为时间是一个相对的 量子的 多元的维度 它可以被弯曲 扭曲 分叉和重叠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不仅可以解释和预测一些奇妙的现象 比如时间延缓 时间膨胀 时间隧道 时间纠缠等 也可以对时间的穿越 提出一些有趣的假设和推论 如果时间是一个相对的 量子的 多元的维度 那么时间的穿越 是否是可能的呢 换句话说 是否有可能穿越时间 回到过去或去到未来 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因为时间的穿越 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微妙的问题 它与时间的定义 度量和观测 有着密切的联系 也与物理学的一致性和完备性 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只能用我们现有的理论和实验 以及我们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 来尝试和探索时间的穿越的可能性 但是这些尝试和探索 都有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一部分物理学家认为 时间的穿越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存在一些物理机制和条件 可以使得一个物体或者一个信息 从一个时刻跳到另一个时刻 不论是向前还是向后 在这个观点下 时间的穿越是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允许的 它们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实验上的证据 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 时间的穿越的可能性主要有以下几种 超光速运动 超光速运动是一种超越光速的运动 它可以使得一个物体或者一个信息 从一个时刻跳到另一个时刻 不论是向前还是向后 在相对论中 超光速运动是被禁止的 因为它会违反因果律 也就是说 它会使得一个效果先于一个原因发生 或者一个原因后于一个效果发生 但是 在量子力学中 超光速运动是被允许的 因为它不违反因果律 而是违反局域性 也就是说 它会使得一个事件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发生 或者一个事件在同一个地点不同时发生 量子力学中的超光速运动的粒子 有量子隧道 量子纠缠的 引力场的作用 引力场的作用是一种 有引力产生的时空的弯曲和扭曲 它可以使得一个物体或者一个信息 从一个时刻跳到另一个时刻 不论是向前还是向后 在相对论中 引力场的作用是被允许的 因为它不违反因果律 而是违反对称性 也就是说 它会使得一个事件在不同的参照系中 有不同的时间顺序 或者一个事件在同一个参照系中 有不同的时间间隔 相对论中的引力场的作用的粒子 有黑洞 虫洞 时空泡道 时空的分叉和重叠 时空的分叉和重叠 是一种由量子波动产生的 时空的分裂和合并 它可以使得一个物体或者一个信息 从一个时刻跳到另一个时刻 不论是向前还是向后 在量子力学中 时空的分叉和重叠是被允许的 因为它不违反因果律 而是违反唯一性 也就是说 它会使得一个事件 有不同的可能性和结果 或者一个事件 有不同的历史和未来 量子力学中的时空的分叉和重叠的例子 有多世界解释 量子重力的 还有一部分物理学家认为 时间的穿越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 不存在一些物理机制和条件 可以使得一个物体或者一个信息 从一个时刻跳到另一个时刻 不论是向前还是向后 在这个观点下 时间的穿越是由物理学的一致性和完备性所禁止的 它们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限制和实验上的反驳 在物理学的一致性和完备性中 时间的穿越的不可能性主要有以下几种 因果律的保持 因果律的保持是一种要求一个效果必须在一个原因之后发生 或者一个原因必须在一个效果之前发生的原则 它可以使得一个物体或者一个信息 不能从一个时刻跳到另一个时刻 不论是向前还是向后 在物理学中 因果律的保持是一个基本的假设 它是物理学的逻辑和方法的基础 也是物理学的预测和验证的基础 如果时间的穿越是可能的 那么因果律的保持就会被破坏 物理学就会失去其意义和价值 悖论的避免 悖论的避免是一种要求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命题不能同时为真和为假 或者不能同时存在和不存在的原则 它可以使得一个物体或者一个信息 不能从一个时刻跳到另一个时刻 不论是向前还是向后 在物理学中 悖论的避免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它是物理学的一致性和完备性的保证 也是物理学的理性和科学的保证 如果时间的穿越是可能的 那么悖论的避免就会被违反 物理学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困境和矛盾 什么是时间的终结 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下这方面内容 时间的终结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奇 也非常令人恐惧的话题 它涉及到宇宙的终结 形态和意义 以及物理学的极限和可能性 目前 最广泛接受也最有利的理论是宇宙学的标准模型 它认为宇宙是在大约137亿年前 从一个起点开始膨胀的 然后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和变化 最终会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或者一个新的起点 宇宙学的标准模型 不仅可以解释宇宙的许多观测现象 比如宇宙的膨胀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宇宙的化学元素组成等 也可以对时间的终结和状态 提出一些有趣的假设和推论 如果宇宙是从一个起点开始的 那么宇宙是否也会以一个起点结束呢 换句话说 是否存在一个时间的终点 它标志着时间的结束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末日 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因为宇宙的终结 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不确定的问题 它与宇宙的结构和内容 有着密切的联系 也与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极限 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只能用我们现有的观测和实验 以及我们最先进的理论和模型 来尝试和预测宇宙的终结 但是这些尝试和预测 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如果时间的终点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 存在一个最后的时刻 它标志着宇宙的终结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坍缩 在这个观点下 宇宙的膨胀是有限的 它会在某个时刻达到一个极限 然后开始收缩 最终回到一个起点 在这个过程中 时间也会随着宇宙的收缩而收缩 最终消失在起点中 这个观点的优点是 它可以使宇宙的历史 呈现出一个对称的结构 也可以使宇宙的未来 呈现出一个确定的结果 如果时间的终点是不存在的 时间不存在一个最后的时刻 它标志着宇宙的终结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热静 在这个观点下 宇宙的膨胀是无限的 它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宇宙的所有能量和物质 都均匀地分布在一个无限大的空间中 在这个过程中 时间也会随着宇宙的膨胀而膨胀 最终变得无意义和无用 这个观点的优点是 它可以使宇宙的历史 呈现出一个渐进的结构 也可以使宇宙的未来 呈现出一个无限的可能性 如果时间的终点是存在的 或者是不存在的 那么时间的状态是什么呢 换句话说 时间是怎样的 它有什么特点和规律 它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因为时间的状态 是随着宇宙的演化而变化的 它与宇宙的结构和内容 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只能用我们现有的观测和实验 以及我们最先进的理论和模型 来尝试和描述时间的状态 但是这些尝试和描述 都有很大的不完善和不足 假如时间的状态是有序的 也就是说 时间是有规律的 有方向的 有目的的 在这个观点下 时间是由宇宙的商所支配的 它随着宇宙的商的增加而流动 在物理学中 商是一种表示系统的 无序程度的物理量 它与系统的能量分布 和信息含量有关 在物理学中 商的增加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它表示系统的能量和信息的损失和分散 在物理学中 商的增加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它表示宇宙的演化和变化 这个观点的优点 是它可以解释和预测一些有序的现象 比如时间的箭头 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的 如果时间的状态是无序的 那么时间是无规律的 无方向的 无目的的 在这个观点下 时间是由宇宙的量子波动所支配的 它随着宇宙的量子波动而波动 在物理学中 量子波动是一种表示系统的 不确定性的物理现象 它与系统的能量和位置有关 在物理学中 量子波动是一个可逆的过程 它表示系统的能量和位置的变化和交换 在物理学中 量子波动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它表示宇宙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这个观点的优点是它可以解释和预测一些无序的现象 比如量子隧道 量子纠缠等 时间的流动 时间的流动是一个非常令人好奇 也非常令人困惑的话题 它涉及到时间的本质 形式和状态 以及时间与空间 引力 维度等物理概念的关系 目前 最广泛接受也最有利的理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它认为时间是与空间一起构成四维时空的一种维度 它受到物质 能量 速度 和引力的影响 而不是一个绝对的 均匀的 不变的流 相对论不仅可以解释和预测时间的流动的一些奇特现象 比如时间膨胀 时间倒流 时间旅行等 也可以对时间的流动的一些哲学问题提出一些有趣的观点和假设 时间是什么 这是一个古老而深刻的问题 不同的学科和领域有不同的回答 在物理学中 时间是一种基本的物理量 它用来描述物质的运动和变化的顺序和持续性 在国际单位之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秒 它定义为色133原子的两个超精细能级之间的跃迁 所对应的辐射的9192631771个周期的持续时间 在数学中 时间是一种参数 它用来表示函数或方程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在哲学中 时间是一种存在的形式 它用来表达事物的本质 变化和意义 在心理学中 时间是一种感知的现象 它用来反映人的心理状态和活动 时间的本质是否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是否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是否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 是否是有始有终的还是无限的 这些都是物理学家 数学家 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长期探讨和争论的问题 目前 没有一个统一的 普遍的 确定的答案 只有不同的理论和观点 它们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各有各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 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实验 以及我们的逻辑和理性 来尝试和理解时间的本质 但是这些尝试和理解 都有很大的不完善和不足 时间的形式 是指时间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结构 它与时间的本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也与时间的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的形式有多种多样 不同的时间形式 反映了不同的时间特征和规律 在物理学中 时间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直线时间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时间形式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条直线 它不运动 不流动 没有对某个特定方向的执着 而我们或者任何事件 都是按照某个优先选定的方向 在这条线上运动着的 在这里 运动不是在空间内 而是在时间中 这种时间形式是牛顿力学的基础 它认为时间是绝对的 均匀的 不变的 它与空间无关 也与物质无关 它是一个客观的 数学的 理想的流 曲线时间 这是一种比直线时间更复杂的时间形式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条曲线 它随着物质 能量 速度和引力的影响而弯曲 扭曲 伸缩 而我们或者任何事件 都是按照这条曲线的形状和方向 在这条曲线上运动着的 在这里 运动不仅是在时间中 也是在空间中 这种时间形式是相对论的基础 它认为时间是相对的 不均匀的 可变得 它与空间有关 也与物质有关 它是一个主观的 物理的 实际的流 环形时间 这是一种比曲线时间更奇特的时间形式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个环 它没有起点和终点 没有过去和未来 只有一个永恒的现在 而我们或者任何事件 都是在这个环上循环不息的运动着的 在这里 运动既是在时间中 也是在空间中 也是在维度中 这种时间形式是一些宇宙学和量子力学的假设 它认为时间是循环的 周期的 重复的 它与空间有关 也与物质有关 也与维度有关 它是一个超越的 宇宙的 神秘的流 时间的状态是指时间的流动的具体状况 它与时间的本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也与时间的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的状态有多种多样 不同的时间状态反映了不同的时间特性和规律 在物理学中 时间的状态主要有以下几种 时间膨胀 这是一种时间流动变慢的状态 它发生在速度接近光速或者引力场很强的情况下 在这种状态下 一个运动的或者处于重力场中的时钟的时间流逝 比一个静止的或者处于无重力场中的时钟的时间流逝要慢 这种状态是相对论的预测 它表明时间的流动是相对的 它与速度和引力有关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 均匀的 不变的流 时间倒流 这是一种时间流动反向的状态 它发生在一些特殊的物理过程中 比如反物质的湮面 黑洞的起点 宇宙的大反弹等 在这种状态下 一个物理系统的时间流逝与一个正常的物理系统的时间流逝相反 它表现出一种逆向的因果关系 这种状态是一些物理理论的假设 它表明时间的流动是可逆的 它与物质和能量有关 它不是一个单向的 有序的 必然的流 时间的停止 时间的停止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奇 也非常令人困惑的话题 它涉及到时间的本质 形式和状态 以及时间与物理学 数学 哲学等领域的关系 目前 最广泛接受也最有利的理论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它认为时间是与空间一起构成四维时空的一种维度 它受到物质 能量 速度 和引力的影响 而不是一个绝对的 均匀的 不变的流 相对论不仅可以解释和预测时间的流动的一些奇特现象 比如时间膨胀 时间倒流 时间旅行等 也可以对时间的停止的一些可能性 提出一些有趣的观点和假设 时间的停止的物理意义是指 在某些特殊的物理条件下 时间的流动会变得极其缓慢 甚至完全静止 从而使得某些物理系统或者物理过程 处于一种不变的或者重复的状态 在物理学中 时间的停止的物理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达到光速 这是一种时间流动变为零的状态 它发生在速度达到光速的情况下 在这种状态下 一个运动的物体的时间流逝会变为零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物体来说 时间完全停止了 这种状态是相对论的预测 它表明时间的流动是相对的 它与速度有关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 均匀的 不变的流 进入黑洞 这是一种时间流动变为无穷的状态 它发生在进入黑洞的情况下 在这种状态下 一个进入黑洞的物体的时间流逝会变为无穷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物体来说 时间永远不会停止 但是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 这个物体的时间停止了 这种状态是一些物理理论的假设 它表明时间的流动是可变的 它与引力有关 它不是一个单一的 不均匀的 可逆的流 到达绝对零度 这是一种时间流动变为最小的状态 它发生在温度达到绝对零度的情况下 在这种状态下 一个达到绝对零度的物体的时间流逝会变为最小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物体来说 时间几乎停止了 这种状态是一些物理实验的目标 它表明时间的流动是可控的 它与温度有关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 连续的 无限的流 时间的停止的数学意义 是指在某些特殊的数学结构 或者数学模型中 时间的流动会变得不确定 或者不可测 从而使得某些数学对象或者数学运算处于一种不确定的 或者不可测的状态 在数学中 时间的停止的数学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到达起点 这是一种时间流动变得不确定的状态 它发生在到达起点的情况下 在这种状态下 一个到达起点的函数 或者方程的时间变量会变得不确定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函数或者方程来说 时间没有意义 这种状态是一些数学分析的难点 它表明时间的流动是不确定的 它与起点有关 它不是一个可定义的 可计算的 可推导的流 到达停时 这是一种时间流动变得不可测的状态 它发生在到达停时的情况下 在这种状态下 一个到达停时的随机过程 或者随机变量的时间参数会变得不可测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随机过程或者随机变量来说 时间没有测多了 这种状态是一些随机微积分的特点 它表明时间的流动是不可测的 它与停时有关 它不是一个可观测的 可预测的 可控制的流 时间的停止的哲学意义 是指在某些特殊的哲学思想 或者哲学观点中 时间的流动会变得无意义或者无用 从而使得某些哲学问题或者哲学答案 处于一种无意义的或者无用的状态 在哲学中 时间的停止的哲学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到达永恒 这是一种时间流动变得无意义的状态 它发生在到达永恒的情况下 在这种状态下 一个到达永恒的存在 或者意识的时间维度会变得无意义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存在或者意识来说 时间没有区别了 这种状态是一些宗教和神学的信念 它表明时间的流动是无意义的 它与永恒有关 它不是一个可区分的 可体验的 可改变的流 到达虚无 这是一种时间流动变得无用的状态 它发生在到达虚无的情况下 在这种状态下 一个到达虚无的存在 或者意识的时间维度会变得无用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存在或者意识来说 时间没有价值了 这种状态是一些哲学和文学的主题 它表明时间的流动是无用的 它与虚无有关 它不是一个可利用的 可享受的 可创造的流 时间的测量 时间的测量是一个非常重要 也非常困难的话题 它涉及到时间的本质 形式和状态 以及时间与物理学 数学 历史等领域的关系 目前 最广泛接受也最精确的方法 是基于原子的物理量 它定义了时间的基本单位和标准 它能够保证 时间的测量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但是 这种方法并不是唯一的 也不是完美的 它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比如时间的同步 时间的校准 时间的飘移等 除了这种方法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它们基于不同的物理现象或数学模型 它们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各有各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 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目的和条件 来选择和使用合适的方法 来测量时间 时间的测量的物理方法 是指基于某些物理现象或物理量 来定义和测量时间的方法 在物理学中 时间的测量的物理方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 天文时间 这是一种最古老的时间测量的方法 它基于天体的运动 来定义和测量时间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日 它定义为地球绕太阳的一次公转 所需的时间 天文时间的优点是简单 直观 自然 它与人类的生活和历史 有着密切的联系 天文时间的缺点是不精确 不稳定 不一致 它受到地球的自转速度 公转轨道 地球和月球的引力等因素的影响 它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时间 不容易同步 力学时间 这是一种比天文时间更精确的时间测量的方法 它基于某些力学系统的周期性运动 来定义和测量时间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秒 它定义为百中的摆动的一定次数所需的时间 力学时间的优点是精确 稳定 一致 它与物理学的基本定律有着密切的联系 力学时间的缺点是复杂 不便利 不通用 它受到百中的质量 长度 摩擦 温度等因素的影响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转换 原子时间 这是一种最精确的时间测量的方法 它基于某些原子的能积跃迁 来定义和测量时间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秒 它定义为色133原子的两个超精细能积之间的跃迁 所对应的辐射的9192631771个周期的持续时间 原子时间的优点是极其精确 极其稳定 极其一致 它与物理学的最前沿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 原子时间的缺点是极其复杂 极其昂贵 极其难以实现 它受到原子中的制造 校准 运输等因素的影响 它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时间不容易同步 时间的测量的数学方法是指基于某些数学结构或数学模型 来定义和测量时间的方法 在数学中 时间的测量的数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线性时间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时间测量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条直线 它用一个时数来表示时间的值 它用一个时数来表示时间的间隔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任意的 它可以是秒 分 时 日等 线性时间的优点是简单 直观 通用 它与数学的基本运算有着密切的联系 线性时间的缺点是不精确 不稳定 不相对 它忽略了时间的流动的特性 它与物理学的实际现象不符合 循环时间 这是一种比线性时间更复杂的时间测量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个环 它用一个复数来表示时间的值 它用一个复数来表示时间的间隔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周期的 它可以是日 月 年等 循环时间的优点是精确 稳定 相对 它反映了时间的流动的特性 它与物理学的周期性现象符合 循环时间的缺点是复杂 不直观 不通用 它与数学的基本运算有着冲突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转换 分形时间 这是一种最复杂的时间测量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个分形 它用一个分形为数来表示时间的值 它用一个分形为数来表示时间的间隔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无穷小的 它可以是微秒 纳秒 皮秒等 分形时间的优点是极其精确 极其稳定 极其相对 它反映了时间的流动的特性 它与物理学的混沌现象符合 分形时间的缺点是极其复杂 极其不直观 极其不通用 它与数学的基本运算有着矛盾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转换 时间的测量的历史方法 是指基于某些历史事件或历史文献 来定义和测量时间的方法 在历史学中 时间的测量的历史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纪念法 这是一种最常用的时间测量的方法 它基于某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来定义和测量时间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年 它定义为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 纪念法的优点是简单 直观 文化 它与人类的历史和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 纪念法的缺点是不精确 不稳定 不一致 它受到历史事件的选择 记录 解释等因素的影响 它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时间不容易同步 立法 这是一种比纪念法更精确的时间测量的方法 它基于某个固定的历史文献 来定义和测量时间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年 它定义为某个历史文献的编写或修订的年份 立法的优点是精确 稳定 一致 它与人类的知识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立法的缺点是复杂 不便利 不通用 它受到历史文献的选择 保存 解读等因素的影响 它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时间不容易同步 纪元法 这是一种比立法更通用的时间测量的方法 它基于某个公认的历史事件 来定义和测量时间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年 它定义为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份 纪元法的优点是通用 简便 文化 它与人类的共同的历史和文明 有着密切的联系 纪元法的缺点是不精确 不稳定 不一致 它受到历史事件的确定 记录 解释等因素的影响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转换 时间的创造 时间的创造是一个非常有趣 也非常有挑战的话题 它涉及到时间的本质 形式和状态 以及时间与文学 艺术 科幻等领域的关系 目前 最广泛接受也最有力的理论 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它认为 时间是与空间一起构成 思维时空的一种维度 它受到物质 能量 速度和引力的影响 而不是一个绝对的 均匀的 不变的流 相对论不仅可以解释 和预测时间的流动的一些奇特现象 比如时间膨胀 时间倒流 时间旅行等 也可以为时间的创造提供一些可能性和灵感 时间的创造的文学方法 是指基于某些文学手法或文学风格 来创造和表现时间的方法 在文学中 时间的创造的文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倒序法 这是一种最常用的时间创造的方法 它把时间的顺序颠倒过来 从结局开始 逐步回溯到开头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事件 它定义为故事中发生的重要的或者有意义的事情 倒序法的优点是悬念 反讽 深刻 它与人类的心理和记忆有着密切的联系 倒序法的缺点是复杂 不自然 不连贯 它与人类的逻辑和认知有着冲突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融合 平行法 这是一种比倒序法更复杂的时间创造的方法 它把时间分成几条平行的线索 从不同的角度或者不同的时间段来展示故事的发展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场景 它定义为故事中发生的具体的或者有细节的情景 平行法的优点是多元 对比 丰富 它与人类的视角和感受有着密切的联系 平行法的缺点是混乱 不清晰 不集中 它与人类的注意力和理解有着冲突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协调 非线性法 这是一种最复杂的时间创造的方法 它把时间打破成无数的碎片 从任意的顺序或者任意的时间点 来呈现故事的片段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尽头 它定义为故事中发生的瞬间的 或者有影响的画面 非线性法的优点是创新 惊奇 艺术 它与人类的想象和创造有着密切的联系 非线性法的缺点是 难懂 不逼真 不完整 它与人类的现实和逻辑有着冲突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连接 时间的创造的艺术方法 是指基于某些艺术形式或艺术技巧 来创造和表现时间的方法 在艺术中 时间的创造的艺术方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 动态法 这是一种最常用的时间创造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动力 它用运动或者变化 来表现时间的流动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动作 它定义为艺术作品中发生的主动的或者被动的行为 动态法的优点是生动 有趣 有力 它与人类的感知和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 动态法的缺点是 简单 单一 有限 它忽略了时间的静止和多样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结合 象征法 这是一种比动态法更复杂的时间创造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象征 它用符号或者隐喻来表现时间的意义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符号 它定义为艺术作品中具有特定的或者隐含的含义的物体或者现象 象征法的优点是深刻 美丽 有魅力 它与人类的思维和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 象征法的缺点是抽象 难解 有奇异 它忽略了时间的具体和清晰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沟通 抽象法 这是一种最复杂的时间创造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抽象 它用形式或者色彩来表现时间的特征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形式 它定义为艺术作品中具有特定的或者独特的形状或者结构的元素 抽象法的优点是创新 经验 有艺术 它与人类的想象和创造有着密切的联系 抽象法的缺点是难懂 不逼真 不完整 它忽略了时间的现实和逻辑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连接 时间的创造的科幻方法是指基于某些科幻设定或科幻故事 来创造和表现时间的方法 在科幻中 时间的创造的科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时间机器 这是一种最常用的时间创造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机器 它用科技或者魔法来控制时间的流动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时空 它定义为科幻作品中可以被时间机器改变或者穿越的四维时空的区域 时间机器的优点是惊险 刺激 有趣 它与人类的探索和冒险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机器的缺点是不科学 不合理 不一致 它忽略了时间的规律和限制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协调 时间旅行 这是一种比时间机器更复杂的时间创造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旅行 它用故事或者人物来体验时间的流动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历史 它定义为科幻作品中可以被时间旅行者探索 或者改变的过去或者未来的事件或者情况 时间旅行的优点是有趣 有教育 有启发 它与人类的学习和思考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旅行的缺点是不合理 不一致 不可信 它忽略了时间的因果和逻辑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协调 时间扭曲 这是一种最复杂的时间创造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扭曲 它用悖论或者奇观来表现时间的流动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时空 它定义为科幻作品中 可以被时间扭曲者扭曲 或者破坏的思维时空的结构或者性质 时间扭曲的优点是惊奇 惊悚 惊艳 它与人类的想象和创造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扭曲的缺点是不科学 不合理 不完整 它忽略了时间的规律和限制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连接 时间的管理 时间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实用 也非常重要的话题 它涉及到时间的本质 形式和状态 以及时间与生活 工作 学习等领域的关系 目前 最广泛接受也最有效的方法 是基于目标的计划 它定义了时间的基本单位和标准 它能够保证时间的管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但是 这种方法并不是唯一的 也不是完美的 它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 比如时间的分配 时间的优先级 时间的压力等 除了这种方法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它们基于不同的原则或者技巧 它们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各有各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 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目的和条件 来选择和使用合适的方法 来管理时间 时间的管理的目标法 是指基于某些目标或者任务 来规划和执行时间的方法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小时 它定义为完成某个目标或者任务所需的时间 目标法的优点是清晰 有序 有效 它与人类的行动和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 目标法的缺点是固定 单一 有压力 它忽略了时间的流动和多样 它与人类的情绪和需求有着冲突 目标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确定目标 明确自己要达成的目标 它可以是长期的 中期的 或者短期的 它可以是具体的 抽象的 或者综合的 它可以是必要的 重要的 或者紧急的 确定目标的时候 要遵循smart原则 及具体specific 可衡量measurable 可实现achievable 相关relevant 有实现time bound 制定计划 根据自己的目标 拆分成若干各自目标 或者任务 按照优先级和难度 安排在合适的时间段 制定出详细的时间表 制定计划的时候 要遵循PDA循环 即计划破案 执行度 检查 check 改进NAC 执行行动 根据自己的计划 按时按量地完成每个子目标 或者任务 避免拖延和干扰 保持专注和效率 执行行动的时候 要遵循4D原则 即做Do 安排Delegate 推迟Defer 删除Delete 评估反馈 根据自己的行动 检查和评估 每个子目标 或者任务的完成情况 总结和分析 每个时间段的收获和问题 调整和改进 自己的目标和计划 评估反馈的时候 要遵循SWAT分析 极优是Strengths 劣势Weaknesses 机会Opportunities 威胁Reeds 时间的管理的原则法 是指基于某些原则或者技巧 来安排和利用时间的方法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分钟 它定义为进行某个活动 或者休息所需的时间 原则法的优点是 灵活 多样 有乐趣 它与人类的情绪和需求 有着密切的联系 原则法的缺点是 模糊 无序 无效 它忽略了时间的规律和限制 它与人类的行动和结果 有着冲突 原则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确定活动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选择自己想要进行的活动 它可以是工作的 学习的 或者娱乐的 它可以是必要的 重要的 或者紧急的 它可以是固定的 变化的 或者随机的 确定活动的时候 要遵循80-20法则 即花20%的时间 做80%的事情 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活动上 安排时间 根据自己的活动 分配合适的时间段 按照效率和舒适 调整在合适的时间点 安排出合理的时间表 安排时间的时候 要遵循波默多罗技巧 即每25分钟的工作后 休息5分钟 每4个工作周期后 休息15分钟 保持工作和休息的平衡 执行活动 根据自己的时间 按时按量地进行每个活动 避免分心和打断 保持专注和享受 执行活动的时候 要遵循2分钟法则 即如果一个活动 可以在2分钟内完成 就立刻去做 不要拖延或者安排 评估时间 根据自己的活动 检查和评估 每个活动的时间消耗 总结和分析 每个时间段的效果和问题 调整和改进 自己的活动和时间 评估时间的时候 要遵循smart原则 即具体specific 可衡量measurable 可实现achievable 相关relevant 有实现timebound 时间的创造 时间的创造 是一种利用时间的概念和特征 来构建和表达不同的想象 和创意的方法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故事 它定义为科幻作品中 可以被时间创造者创造 或者改变的过去 或者未来的情节 或者场景 时间创造的优点 是有趣 有挑战 有价值 它与人类的探索和创新 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创造的缺点 是有限 有冲突 有风险 它忽略了时间的本质和规律 它与人类的认知和感受 有着差异 时间的创造的方法 有很多种 根据时间的流动方式 和变化程度 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时间机器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 时间创造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机器 它用科技或者魔法 来控制时间的流动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秒 它定义为科幻作品中 可以被时间机器移动 或者停止的时间的最小单位 时间机器的优点是直观 灵活 有效 它与人类的科技和控制 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机器的缺点是单调 无趣 无意义 它忽略了时间的多样和变化 它与人类的历史和文化 有着矛盾 时间旅行 这是一种比时间机器 更复杂的时间创造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旅行 它用故事或者人物 来体验时间的流动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历史 它定义为科幻作品中 可以被时间旅行者探索 或者改变的过去 或者未来的事件 或者情况 时间旅行的优点 是有趣 有教育 有启发 它与人类的学习和思考 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旅行的缺点是不合理 不一致 不可信 它忽略了时间的因果和逻辑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 不容易协调 时间扭曲 这是一种最复杂的 时间创造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扭曲 它用悖论或者奇观 来表现时间的流动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时空 它定义为科幻作品中 可以被时间扭曲者扭曲或者破坏的思维时空的结构或者性质 时间扭曲的优点是惊奇 惊悚 惊艳 它与人类的想象和创造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扭曲的缺点是不科学 不合理 不完整 它忽略了时间的规律和限制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连接 时间变形 这是一种介于时间机器和时间旅行之间的时间创造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变形 它用变化或者选择来影响时间的流动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分支 它定义为科幻作品中 可以被时间变形者产生或者消除的不同的时间线或者可能性 时间变形的优点是自由 多元 有趣 它与人类的变化和选择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变形的缺点是复杂 混乱 有困难 它忽略了时间的稳定和连续 它与其他类型的时间不容易整合 时间的感受 时间的感受是一种对时间的流动和变化的主观体验和评价 它受到个人和环境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心跳 它定义为人体内部的生物中所产生的时间的最小单位 时间感受的优点是真实 个性 有意义 它与人类的心理和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感受的缺点是相对 偏差 有误导 它忽略了时间的客观和规律 它与人类的行动和结果有着差异 时间的感受的方法有很多种 根据时间的流动速度和变化方向 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时间加速 这是一种时间感受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加速 它用快乐或者焦虑来感受时间的流动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秒 它定义为人类感知的时间的最小单位 时间加速的优点是兴奋 刺激 有动力 它与人类的快乐和焦虑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加速的缺点是紧张 压力 有负担 它忽略了时间的平衡和节奏 它与人类的健康和幸福有着冲突 时间减速 这是一种时间感受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减速 它用悲伤或者放松来感受时间的流动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分 它定义为人类记忆的时间的最小单位 时间减速的优点是平静 安详 有深度 它与人类的悲伤和放松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减速的缺点是沉闷 无聊 有消沉 它忽略了时间的活力和变化 它与人类的成长和进步有着差距 时间倒流 这是一种时间感受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倒流 它用怀旧或者后悔来感受时间的流动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时 它定义为人类回忆的时间的最小单位 时间倒流的优点是温馨 感动 有回味 它与人类的怀旧和后悔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倒流的缺点是落后 固执 有遗憾 它忽略了时间的前进和创新 它与人类的现实和未来有着矛盾 时间超越 这是一种时间感受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超越 它用梦想或者预测来感受时间的流动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日 它定义为人类设想的时间的最小单位 时间超越的优点是美好 理想 有追求 它与人类的梦想和预测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超越的缺点是虚幻 不切实际 有失落 它忽略了时间的现实和可能 它与人类的行动和结果有着偏差 时间的价值 时间的价值是一种衡量时间的重要性和效益的方法 它受到个人和社会的多种因素的影响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金钱 它定义为时间的交换和衡量的标准 时间价值的优点是客观 量化 有激励 它与人类的经济和管理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价值的缺点是片面 简化 有失真 它忽略了时间的质量和内涵 它与人类的教育和文化有着差异 时间的价值的方法有很多种 根据时间的流动方向和变化方式 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时间折现这是一种最常用的时间价值的方法 它把时间看作是一种资产 它用利率或者收益率来计算时间的限制和未来值 在这种方法中 时间的基本单位是年 它定义为时间的最常用的计算周期 时间折现的优点是简单 直观 有效 它与人类的投资和理财有着密切的联系 时间折现的缺点是固定 假设 有风险 它忽略了时间的不确定和变化 它与人类的需求和偏好有着冲突 时间折现的具体步骤如下 确定现金流 明确自己要分析的现金流 它可以是单期的 多期的或者永续的 它可以是等额的 等差的或者等比的 它可以是正的 负的或者零的 确定现金流的时候 要遵循净限制原则 即现金流的正负取决于现金的流入和流出 而不是收入和支出 分配时间 根据自己的项目 分配合适的时间段 按照收益和成本 调整在合适的时间点 安排出合理的时间表 分配时间的时候 要遵循帕列托原则 即花80%的时间 做20%的事情 把时间集中在最重要的项目上 评估时间 根据自己的时间表 评估自己的时间投资的效果 用收益和成本 衡量自己的时间投资的回报率 评估时间的时候 要遵循smart原则 及具体specific 可衡量measurable 可实现achievable 相关relevant 有实现timebound 最后 我们要感谢时间 它给了我们无限的可能和机会 它给了我们无穷的挑战和乐趣 它给了我们无比的收获和成就 时间是我们的老师 它教会了我们智慧和勇气 时间是我们的伙伴 它陪伴了我们成长和变化 时间是我们的艺术家 它创造了我们的故事和画面 让我们珍惜时间 利用时间 享受时间 创造时间 让我们的时间更加有意义 更加有价值 更加有美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程 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 你可以随时告诉我们 我们会尽力为你改进和完善 如果你对我们的视频教程有兴趣 你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会为你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创意 谢谢你的观看和支持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